有10年了 10年了 您做本节饭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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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您做本节饭吃吗 12元买了一块 12元 刚刚去完快递公司那边找快递 找完以后 又走到这边老市场 哇这边的骨头真便宜啊 30块钱一斤 猪脚半只猪脚才34 就买点回去明天卤个猪脚来吃 正好明天煲点汤 我楼下那边吃长的菜 比这边差不多贵一倍 特别是肉啊 每次60块钱就买一点点骨头 哈喽大家好 又准备晚餐了 忙忙碌碌的一天 今天去快递公司 找一些退回的店 弄完中午就出门 吃了个鱼馅 弄完回来 这时候买点菜什么的 就7点钟了 今天买了点鱼 好像天气热了 什么鱼啊 哇怎么是这样的鱼啊 我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鱼啊 我也不知道什么鱼 然后他说本来用什么姜葱蒸 我今天做一个与众不同的 我用辣椒蒸 反正 我用辣椒蒸 很明昷 不如咱们 找一些对面 老一荆 我用了 他们说 你老是 这不肯 是不是 老是 怎么 那 海 这个 好 ible regimen 江湖 辣椒 hist otras 生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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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一下就炒个白菜 白菜炒肉肉都已经腌好了 今天跟朋友聊天 感触蛮多 因为今天去快递公司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 很久的没见面的朋友 大家就聊起来 然后问 先是一番客气话 客气完以后 他就问我 这些住在哪里 有没有买房 因为早两年就 在听说我没有买房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都没有买房的打算了 我觉得香港的房子真的是太贵了 这一买的话 下半辈子就成了房奴 没完没了 很纠结的 然后我想到老了以后 我回深圳 或是回重庆 成都 这边过退休生活 压力也没那么大 但朋友来说 后来朋友说 他说你在香港这边生活了这么多年 你的生活习惯 你的朋友圈 全部在这边 他说对于老家 他说可能你 就只是有一种思乡的情节 就是想回去 但是你真正回去 但是你真正回去的时候 你确定你还可以习惯吗 后来我就想 是我 还有他说当你年老的时候 身体也不怎么样 他说你还愿意四周围走吗 就比如说最简单的气候啊 你看我从上学20岁吧 就出来了广东 都20多年了 现在有的时候回老家 觉得冬天老家的冬天真的是很冷的 他说你现在想的是很理想化 他但是你可能到时候回去就不适应 他说这个买楼啊 确实还是要买 毕竟你在这里生活怎么也有一个家 你不能好像现在一样 我这里住一半 住一个房子 住一段时间 那里住一段时间 他的一些话虽然很简单 他可能说的比我说的还要简单 可能我的表述能力啊 还差一些 但我觉得好有道理啊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真的要努力了 我的就一个目标 买楼 没有其他目标 哪怕是做房屋啊 我也要买 我觉得真的是 他说话好有人生哲理啊 好有道理啊 听他一起话 我就觉得自己 瞬目冲光啊 眼光真的是 太短了 哇 鱼菜 鱼 鱼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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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 重点介绍 我这30块钱买的不知道什么名的鱼 不要试信 不不得带纸 蒸大乙蒜翼 蒸糧 thanks。蒸糧,带纸 等你好久才能购带纸给你 先 husband, first drug and one 這個泡泡的 味道 酒來的 甚至一條白頭酒 味道的 嘗嘗吧 有些口腫 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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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度 一定有鹿 小心味道 这个鱼又嫩又滑的 这种是不错